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将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创世纪四十二章的第一到第二十五节 题目是雅各等到他的哥哥们向他下拜 创世纪四十二章第一节 雅各见埃及有良,就对他的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 我听见埃及有良,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敌一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 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敌良去了 但约瑟的兄弟变雅敏,雅各没有打发他和他哥哥们同去 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 来敌良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 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敌良给那些重名的就是他 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浮于地向他下拜 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僧人 向他们说些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的? 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敌良 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 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 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 他们对他说,我主啊,不是的 仆人们是来敌良的 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 仆人们并不是奸细 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来窥探这地的虚实 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兄弟十二人 是迦南一个人的儿子 顶晓得现在在我们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 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 我指着法老的性命启示 若是你们中间的小兄弟不来这里 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验证出来了 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 至于你们都要求在这里,好验证你们的话真不真 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启示 你们一定是奸细 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尖里三天 到了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 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 你们如果是诚实人 可以留你们中间一个人,囚在尖里 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 救你们家里的饥荒 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 如此你的话,你们的话就有证据 你们也不至于死 他们就照样而行 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是有罪 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 却不肯听 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 卢本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不可以伤害那孩子吗 只是你们不肯听 所以留他写的罪向我们追讨 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 因为在他们中间,他用通事传话 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 又回来对他们说话 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 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 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 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 又给他们路上的用的食物 人就照他的话办了 法老做了两个奇怪的梦 没有人能够解出来 于是九镇就想起了 还在监狱中 曾为他解梦并且成真的约瑟 约瑟也为法老解梦 一解就不得了了 这个梦预示了埃及下面的14年的辛荣 以及危机 而约瑟也明白这个梦是出于神 还有神也将解决的办法 启示给他 法老会掩饰约瑟 或者说是受神感动 于是就将埃及国内的最高权力 赐给这个为他解梦的少女 这是极大的荣耀 约瑟的地位在埃及国内 是仅次于法老的 当然约瑟要坐稳这个地位 也是有条件的 那就是他解的梦必须是真正的应验 前面几年还比较好说 那就是需要有连续的风年 但是我想其实这个条件 也都不一定容易应验 因为解梦所说的预言 要连续七个风年 在这段时期 只要下雨下的少了些 或是下雨下的太多 刮了预风 总之任何原因 只要当年的收成 达不到预期 那么约瑟的政敌 就立刻会去向法老告状 然后正如约瑟所说的 埃及国内是连年的风年 而约瑟也是指挥埃及国人 倾建仓储 增加粮食的储备量 正好在风年 人人和处处都有余粮 因此粮食的价格必然不贵 他们便得以囤积许多的粮食 早早的便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然而七年一过完 接下来就要是七个荒年 那可就不一样了 埃及全地大荒 不但是埃及有荒年 就远在迦南地的雅各那里 也是荒年 雅各和约瑟的十个哥哥 一个弟弟也遇上了荒年 在荒年这个时候 因为前面就是封年 所以应该多数人有一些储备 但是有人储备不多的 只是知道法老那边有存粮 而法老就是派约瑟管理此事的 而约瑟呢 在这个时候就用这些原先 从他们那里廉价买来粮食 现在要卖还给他们 只是价钱就不一样了 那灾民的手中无粮也无钱呢 他们用什么可以来支付呢 约瑟就知道 让他们用自己的田地来支付 田地也卖完之后呢 约瑟就叫他们卖自己给法脑为奴 然而此时 雅各也打发约瑟的哥哥们 来到埃及买粮 只是雅各舍不得约瑟的弟弟 变雅米 就留下他 没有让他与他的哥哥们同行 照说埃及是一个大国 约瑟要管理的地方极大 但是这里却记载 约瑟从外地上来的 埃及人的群人群当中 认出他的哥哥们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可以说这是神巧妙的安排 或者是说 约瑟就在等待他的哥哥们来到 这是我的看法 约瑟看到哥哥们来到 便知道他们的父家也遭到了荒言 再仔细一看 并没有发现他的弟弟变雅米 于是就立意要将他的哥哥们 抓起来询问 以往在父家 他曾经梦到他的哥哥们的合捆 来向他自己的合捆下拜 但如今 岂不就是这个预言的实现吗 于是就令人将他的哥哥们抓起来 以奸细括号间谍的罪来审判他们 约瑟这个时候高高在上 他的哥哥们根本认不出他 就真的在他面前 俯伏向他下摆 约瑟将他们抓起来的目的 就是想搞清楚 并亚敏的情况如何 会不会像他一样 也遭遇到哥哥们的毒手伤害 所以后来的事情发展方向 就是为了要 如何将并亚敏 接来埃及所做的准备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也赐福给你们 阿们